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那些香港藍絲去歐洲旅遊 竟然去到別人的國家外長出來訓斥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他們去到立陶宛的地標十字架山的時候 竟然又試試在搞狗陣 他們就被人察覺得到 在當地人樹立的一個紀念先人的十字架上 他們竟然拿筆去塗污 塗鴉 劃花 到底他們寫上什麼字句呢 就是願蟑螂 不是蟑螂 他們真的寫蟑螂 沒有文化 沒有知識水平 教育程度低就是這樣 蟑螂竟然寫蟑螂 猛兵 寫都不會寫 學人寫字 願蟑螂早日安息 願香港早日回交叉復平靜 這些東西你寫來幹什麼呢 除此之外 網路還流傳了一段影片 就是由一些中國遊客來拍攝 他們在這個十字架山搞什麼呢 就是將一些香港人樹立的十字架 他們竟然連根拔起 一拔就扯起了 扔在一旁 然後嘻嘻哈哈 拍片自如 當然這些行為舉動 就是遭到了立陶宛的媒體 紛紛來跟進 卻搞到別人國家的外長 都要發聲明出來 譴責你這些藍絲的破壞性行為 到底別人的聲明怎麼說呢 他就說到 譴責這些毀壞行為 認為是可恥 不能夠容忍 會等到警方有調查結果以後 再作出 下一步行動 一旦發現 這些行為是有國家幕後介入的話 一定會積極回應 這次他們都可以說是醜出國際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反映得到 藍絲的三個特點 第一點 就是他們毫不尊重別人 而且孤寒度宿 其實藍絲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慣性就是 他們很喜歡直接在別人的物品上 去塗污、寫字、塗鴉、畫花 無論在立陶宛的十字架山 在日本的寺廟神社的繪碼上 甚至乎在香港的蓮農場 他們都很喜歡這樣做 而且根據 學者梁啟智所說 原來在十字架山門口的樹有個紀念品點 這些十字架兩呎高 只不過是賣8歐羅 這些傢伙都不捨得付錢去買一個新的 你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 其實立陶宛的人都不懂中文字 你喜歡寫什麼蟑螂什麼 我相信根本沒有人理會你 但你永遠連那幾元都不肯使 所以 你就直接寫在別人的物品上 別人是用來紀念先人的 你又去寫 或者在日本的神社寺廟 有些香港的遊客買了一個繪碼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等的字句 你那些藍絲又真的打交叉 或者寫自己的評語下去 你自己買個筷子來寫吧 又不捨得花了幾百日圓 根本上這些傢伙 就完全不知道什麼叫普世價值 他們的價值就是錢 所以他們會覺得在宗教場所買這些物品 繪碼也好 十字架也好 是覺得愚蠢的 不信的話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人是這樣的性質 好了 第二點就是 根本上這些人是不尊重歷史和宗教 根據學者梁啟智所說 這個十字架山就是一個宗教性地 亦是一個抗爭的地標 他本來就是那些村民去紀念一些陣亡的戰士所用 很多的遊人來到這一樹都會參與其中 通過架設這些十字架來紀念先人 或者感謝天恩 因為這一樹的抗爭歷史 亦都會有些人 是架設一些十字架寫上一些政治訴求 近半年來就有不少的香港人 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些十字架 但是你根本上 這班人寫什麼 什麼 這些就是站在高牆那裏扔雞蛋 簡直就是不可理喻 你去錯地方了 別人那裏是紀念抗爭的意義 你根本上反對抗爭 那你去那裏寫什麼 你不如不要去 你不如去 最基本最原始的 最喜歡的就是吃東西 Shopping 你不要去這些歷史遺跡 宗教聖地那裏搞亂 是不是 走去胡作非為 這些是屬於大不敬 而且你十字架上 寫蟑螂這些字 哪裏對 完全都沒有規矩 不知所謂 還有第三點就是 這班人的性質就是不義 根據唐君毅講的仁義 禮字什麼叫義呢 義就是本於人格尊嚴之自覺 而以公平正直之心 對人節物皆為宜 你看他們對人節物的方法是什麼 比如說標籤別人是蟑螂 比如說在宗教聖地那裏 劃花別人的十字架 比如說拔走別人的十字架 周圍扔完拍片在那裏笑 喀喀喀喀喀 這些就為之不義 所以就是人必自無 然後人無自搞 別人的外長都要出來訓斥你 真是醜死怪 好心這班人就不要去外國 刁我們香港人的假 人家不知道 還以為我們香港人是沒有文化的 沒有受教育的 沒有知識水平的 什麼都被你丟了 真是 他們不單止在外國那裏 喜歡搞別人的宗教物品 在香港一樣是這樣 比如說連龍天橋在馬鞍山那裏 昨天早上無厘頭又被人清走了 一夜之間那些黃絲就立即極速重建 我就完全明白 那些藍絲自己又不去花錢 印刷 或者是張貼自己的文書 但是又不被人貼 對不對 福爾泰說了一句什麼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是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班人不是福爾泰 福爾中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所以我誓死打壓你說話的權利 他們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貼的 為什麼你不貼 因為要花錢 連那些張戶 他都不想付錢 這些人就是這樣 最喜歡什麼 要不就撕爛了他 要不就在人家的文宣上打交叉 塗污 寫字 就是做這些行為 你們其實也有 你們既然是沉默的大多數 應該貼得多個黃絲才是 你就弄個藍龍牆 你自己又不貼 你又不被人貼 你想怎樣 你拆掉別人的東西 根本上你又不給別人有一個表達的自由 表達的空間 你在打壓別人 你自己貼我相信沒有人會撕你的 讓大家出來恥笑也好 沒有人貼的 那說鬼嗎 我還留意得到 有些居心可測的藍絲 就開始在網絡上帶了一個風向 就鼓吹來這一屆的DSE文憑士考生 就說要罷考 各位考生就千奇米上當 為什麼呢 大家在說的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不是光復香港文化大革命 怎麼會罷考這麼愚蠢的 一來如果今年大家不考的話 就會堆積了大量的考生 去到下年的文憑士 在大學學位沒有大幅增長下 豈不是變成下年的競爭會變得異常激烈 是不是 二來就是 如果那些黃絲的考生 全部今年不去負考的話 有誰是得益的 就是那些僅餘的藍絲考生得益 豈不是把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 給這些藍絲考生 哪有這麼笨實 所以今年 一定是辛苦 我也知道大家是非常辛苦 因為有很多學生 他們都參與了這個抗爭運動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一定就要抽一點點的時間出來 溫習加課 準備這個考試 全力以赴 今年不行的 下年就再考過了 就不是今年 一群人不去考 那就非常愚蠢 那就真是中計了 這裡又有一個個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在9月7號大埔火車站當中 被這些防暴警察拿著警棍為偶 打到頭破血流的17歲豬同學 他就在大埔中學就讀 本來他也想在下一年 考DSE文憑市 但是 他成功踢保回到校園以後 經常出現一個焦慮的情緒 根本上沒有辦法再集中精神來上課 結果去求診的時候 確診患上了創傷後遺症 唯有被迫放棄這個文憑市 現在籌劃未來的學業計劃 所以大家想想一下 有一些人他想去考 但是就考不到 所以你又不用聽那些藍絲 居心可測的藍絲 腦點 所有的黃絲學生 前線學生 勇武學生 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就是 下年的9月 齊齊整整在大學那裡見 是不是 不用理會那些人 那些人說叫你 不要去考試那些 全部都是害你的 不用聽他們說 相信你自己就可以了 最後我又想借這個機會 感謝各位的益友 持續支持了我這個節目那麼久 因為鎖一下手指 原來我連續做了這個節目 是130日 沒有停 今天已經是12月30日 還有一天 就已經去到2020年 我看看原來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有上到9萬人了 我們有人數就越來越多了 這個真是非常感恩 拜託大家繼續 支持我這個節目 另外我又看到有些 亦有留言的時候就問到 到底你這個直播是何時有的呢 其實恆常的直播 就會在每個星期六的 晚上10點開始 到時大家就可以多多捧場 希望我每一天都可以在空氣當中 和大家繼續見面 在生日一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珍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